台北监狱目前收容人数达3700多人,超收比例达3成7。 记者曾见优摄影。 分享,全国监狱超收情况普遍,官员与人权团体都指出, 人犯超收亦造成冲突,解侵害基本人权。 矫正署官员表示,超额收容处造成收容人生活空间狭小, 环境不佳,有侵犯基本人权之余外,并导致矫正机关卫生医疗等资源不足的困窘, 超额收容所导致的教化成效不张,还亦发生收容人暴力行径, 甚至有脱逃、自杀等行为,最严重的会引发暴动等管理风险, 增加解护人员执勤压力。 中华人权协会名誉理事长李永然指出, 政府为推动监索改建计划,短期内让两个监狱集中在一个区域, 却为以受刑人环境优先做考量,形同公权力的傲慢, 因思考还有无折中机制,在巴德外以监改建期, 将收容人分流到其他相对框厂监索。 前矫正署长吴献章日前在一场立法院举办的监狱人权座谈会中, 提供书面资料指出,真正的问题不是床铺,最好方式是要降低犯罪,防止再犯。 警察大学副教授赖雍莲表示, 美国德州矫正单位曾有受刑人因舍房的温度超过干八度而提高, 后来法院判矫正单位败诉, 美国新建的萨索新监狱开始装置冷气, 以台湾的舆论氛围来看不可思议, 但谁能说未来干年不可能发生。 Multi线用来看不可思议。